二千年後,蕭若元述往事,論當世,思來者, 和大家一起誓說太史公,史記。 管仲富而於公室,管仲做完宰相之後, 他有錢到,和齊桓公和皇室家族一樣有錢, 這傢伙是刮很多錢,有三歸, 即是歸者嫁也, 即是娶了三個老婆, 娶了三姓的人就是老婆,有反店, 反店這件事, 古往今來,我們看過所有的考註, 那些人寫的東西是完全不明白為什麼, 反店原理上, 字面上解釋是什麼呢, 我告訴大家為什麼不明白, 他說是兩條柱中間, 諸侯喝酒, 就會建一個土台, 在這裡, 喝完酒, 就把空了的酒氣, 放上這個土台上面, 喝完這個土台就會拆掉它, 我是不明白, 首先第一, 有很多工人,喝完酒, 就拿回到一個倉子收起來, 為什麼要在大堂建一個反店,專門放這些酒氣呢, 第二, 無緣無緣無故建一個土台, 建完又拆掉它, 是不是很麻煩呢, 你不可以做木的東西在這裡, 每次用, 第三, 用泥土做一件這樣的東西, 都不會很貴重, 為什麼要諸侯才能有呢, 但是所有書的解釋都一樣, 但是在道理上, 我是完全不明白這個反店究竟是什麼, 為什麼要做一件這樣的東西, 還有為什麼這麼貴重, 但是他就說, 反店就是諸侯才能有, 這個管仲又有, 齊人不以為奢, 齊人不覺得管仲很奢侈, 管仲卒, 管仲死了, 齊國遵其正, 齊國繼續他的統治方針, 常強於諸侯, 於是在諸侯裡面, 整天都是強國, 齊國整天都是強國, 後百月年, 管仲死了百月年, 就有暗子, 這個是第二個齊國的名相, 鞭平仲嬰者, 鞭平, 平是名字, 智是仲嬰, 鞭平仲嬰, 這個當然, 一仲就是排第二, 大家要知道這個, 我們通常就叫做鞭嬰, 來之而為人也, 來是山東的一個地方, 來水的地方, 所以在來, 在水的北方就叫做陽, 山的南方就叫做陽, 大家明不明為什麼, 因為山就遮了太陽, 如果照到南方, 山的北面就是陰, 太陽就照不到, 反過來, 水的北面就是陽, 水的南面就是陰, 大家明不明為什麼, 因為太陽照到那條河裡, 反映過去, 河北就是光亮過河南, 大家一定要明白, 山水的陰陽是完全反過來的, 來之而為人也, 是, 他是經歷過, 侍奉過, 齊玲宮, 莊宮, 景宮, 這個人是三朝元老, 中間齊國是經過一個很慘痛的變化, 等一下就會, 這個對鞭嬰是一個很大的考驗, 以捷劍力行, 他和管仲不同, 第一, 他很節儉的, 非常責任, 第二, 他是很勤力去做事, 什麼都事事率身, 真是去做的, 既相齊, 他做了齊國的成相之後, 食不蟲肉, 這裡是蟲, 蟲, 即是吃, 是不會吃兩種肉, 你知道嗎, 這就叫做蟲肉, 兩蟲, 即是每吃飯都有肉, 他都不是吃齋的, 但是只限吃一種肉, 切不衣白, 家裏的妻妻是不准穿絲綢衣, 其在朝, 君與其之, 即危言, 如果站在朝的時候, 國軍跟他講話, 他就很審慎地講話, 一定想清楚, 然後才講話, 與不及之, 如果不是跟他講話, 即是危行, 他的儀表的行為, 也是用很審慎的方法來處理, 這個人是一個非常謹慎, 非常小心的人,